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先佛在我家 最近大家幸福吗 或者是您最近特别的忙呢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不晓得您是不是有您的宗教信仰 在您忙碌的时候 或者是比较低潮的时候 您最近有没有跟您的先佛菩萨说说秘密 说说心事呢 在先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 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个人宗教信仰的经验 还有他的所见所闻 关于在台湾这个拥有 丰富多元的宗教环境里面 大家的经验是什么 一起来聆听 今天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来宾 就是黄庆飞师兄 先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阿弥陀佛 庆飞师兄 欢迎你 欢迎来到先佛在我家节目 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讲讲您的故事 这都是亲身的第一首的故事 对不对 那我想请教的是 我们家里面供奉的主神有哪位 家里就是供奉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像 圣像 是 那旁边就是我们的祖先的故事 是 是 那这个神像然后跟这个祖先的这个故事 是在什么时间在我们家里面设立起来的 您有印象吗 时间应该因为因为我我是搬了好奇事家 大部分我们习惯性就是传统的就是有观世音菩萨 妈祖 观圣地君 召君 土利公 那我家大部分都是只有一尊观世音菩萨 还有金铜玉鸣这样 哦 这样子 那是爷爷奶奶那一代你很小的时候就看到有这样子的神尊 然后神威在家里面了吗 是 还是爸爸妈妈那一代 因为妈妈她本身她虽然在那个 我们妈妈是在那个宜兰梅花湖的三清宫 到教终庙那里从事素食的工作 但是她闲暇的时候也有去练佛堂练佛这样 哦 妈妈有在修行 对 那其他的家庭成员呢 他们的信仰的情况如何 都是一般传统信仰这样子而已 到大庙里面拜拜这样子 对对对 那您对您个人来讲的话 小时候就是自己家里面长辈带着 就是要烧香 对 要奉茶这样吗 是 是 你能有做到这个康律吗 有 有是不是 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子 好好好 而且我的父亲 父亲他也算是蛮 信神的 因为罗东的大拜拜是3月3号 就是显天上帝生日 哦 是 对 我记得他小时候都会带我去看 看人家 跨老子 对 而且他有时候会去 就是会去参加 比如说 人家有抬教或什么 在后面帮忙推这样子 好好好 参与重要的庆典活动 对对对对 对 那时候就跟在旁边 他就是会很虔诚的去参加 那时候您跟了多久呢 因为 每年都跟着爸爸这样 嗯 没有啦 没有 但是我印象中 他好像带了我去看了好几次这样子 因为我 我因为那时候很小就是像看老子 觉得很好啊 好好 是是是是 那后来有没有参加过相关的这些宗教的活动的经验 你自己去的这样 比较大的是真的 宗教活动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到高雄嘛 到高雄那边住嘛 那我那个在那个山凤宫啊 就是太子爷爷 后面有一个类似我们台北迪化街的山凤宗街 那里有一个宫庙 因为朋友带去嘛 朋友带去就是参加那个宫坛他们有办事啊 就有一些法语啦 甚至晚上 因为南部的话有很多那种绕夜镜啊 跟台轎啦这样子 所以有参与过 而且他们台轎的方式 是我在宜蘭比较少见的就是有卡包嘛 是是 他你什么 你叫要踩什么布 我也有下去参与 好有学过这样子吗 对对 当初就是觉得说很好玩 好奇远的 年轻人都是整群的 哇 好像出去表演好像很出风头这样子 大概就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学这些脚步啊 也就是说应该我们先用身段两个字来说好吗 对 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部分 还是应该是蛮辛苦的吧 很严谨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次去兰昆森 就是那时候是 带天府 屏东的那个种 池府王爷嘛 比武王爷 东龙宫啊 我们就是 他们要去兰昆森 我们就是去赞助嘛 对啊 有一次去兰昆森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有 就是爱出风头嘛 南部都有流行吃炮 对 吃炮嘛 那时候 大家就很爱出风头 就是一堆炮 然后因为 教的 教的材质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就选一顶那种疼做的叫 比较轻 就想秀一下 好 结果那个吃炮又很大堆 然后炮一丢下去 厨房间 砰一伸 都是黑烟 每一个人啊 对对对 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呼吸 结果 叫一转出来 每一个人都摔出去 好 脸都黑黑的 那那一次就 印象深刻 对啊 印象深刻 好 对啊 那个爱线就变成灰头土脸这样子 但是现在回想过来的话 就是说 那一个经验 然后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借着宗教的一个仪式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 我看那个假炮的那个部分 其实很需要勇气 对啊 对不对 因为其实 其实 以宗教来说 很多宗教活动 其实是给一般的人 一般就是没有特别进入法门修行的人 或者一般年轻人 他们有一个类似说 也可以说是一种鲜血的地方 是 透过就是民俗活动 应该我们一般的传统信仰 民间信仰就是民俗活动 他不但可以凝聚当地人的力量 真的是 对 然后也可以说 让那个心理精神或者什么不好的人 他可以有一种鲜血的管道 对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 对 那无形中 因为替神做事嘛 那个就是无形中也是一种向善的方面 是啦 是啦 一种社会的凝聚力 对 还有社会上面的一种就是说 比较广大的一个宗教教育这样子 对啊 像以前 像前一阵子不是电音三太子啊 或者台湾的八家将啊 对 以前在以前任职里面那个都是不良少年 对不对 其实那个是台湾的一种特色 就是很重要的一种文化 是 就是从中国大陆过来一个延伸出来的东西 跟在地结合之后 对对 那个才是台湾真正伸出来的文化 只是就是说 有很多的这些宗教的学术论坛 也是有这些相关的 算是宗教的法仪的这一些 像三太子还是什么 他们着好的这些完整的服装 然后在学术的论坛上面出现这样 对 那有很多相关的这些讨论 也是对于我们本土的宗教有一种提案 这样子 对 然后也让更多的人认识 对 有一些宗教的遗鬼就是有它的这个理由 这样子 因为宗教 很庄严的 宗教的话像 为什么师傅一直要求我们说 要提升自己 比如说 尽量鼓励大家去读额外的进修 大学 硕士 那个就是要把那个素质提升出来 因为一般有的人都固定的就是佛教 固定的道教 就其他教根深蒂固以后 新兴的宗教他们觉得都是 延伸出来的外道 是 其实在提升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认识更多其他的宗教 对 对 这样就会彼此之间有更大的包容性 对 那我想接下来请教您的是说 我们看到自己的长辈 像是爷爷奶奶或者是您的这个部分 就是看到自己的妈妈 他当时在三清宫就是道教的总庙这边服务的时候 有没有应该听过很多的故事吧 对 因为当初那个道教总庙刚开始 那个香火很鼎盛 因为我们假日的话 有时候那个就是半中午的时候 午餐时间因为他们都会在那边用餐 那个桌数又好多 翻了好久 每天都有上百辆的游览车去 好 我们都会去帮忙 所以看到的就很多 就是 林基 林修 其实在那个过程中 其实修为很好的也有 也有 也有 因为有的 你看久了你就看到 不是说像师傅 心来 传播手 心培 我没有办法 真的有的 他们自我修行的 真的有的很高 进去的很高 所以在那里就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那个修行的 人间的百态这样 对 也是有各种宗教各种法门 各种法门 因为宗教大部分就是从那个 那个从事到在中国 大部分都是从这三个原生出去的 中门 是 那在现在呢 如是道其实在唐朝那个时候 有一次河流 这是我们自己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也接触到的 那目前在台湾 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就已经融入了 那您自己的接触宗教的这些活动 然后宗教的经验里面 有没有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譬如说从自己亲人身上 哪一些经验 是让你觉得说 真的有的时候 也有人也有行 也有行 这样子 接下来我想我们在下一节 阶段节目里面呢 再来请黄师兄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现在先稍后片刻 稍后回到先佛在我家 欢迎回到先佛在我家 如果您在人生路途当中 已经遇到了也要人 也要神的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黄师兄 来跟我们分享 他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如何解决的呢 黄师兄 记得当初 刚开始的时候 我大女孩刚出生的时候 那个真的哭笑不得 因为他那个 算是眼睛的微血管比较脆弱 他只要一哭 眼泪流下来就是红色 当初吓一跳 怎么会眼睛流血出来 那结果问医生 医生说他那个微血管 比较脆弱 有时候小孩子哭啊 他就是会 会 就是 懂 对啊 那 就是因为这样子 而且我大女儿真的很难带 因为你出去 你如果带出去 听到人家出病的声音 回去晚上 就很 就是哭闹 都没睡 所以说 有一段时间 他睡觉都是 在我老婆的肚子上面抱着这样睡 那 后来人家就说 你这样很难带 一般小孩子很难带 简常听到的就是祖先 那祖先 我也跟祖先请示说 这个女孩子 也不是男孩子 是 那时候有时候 年轻的时候会想 你祖先 你也不把 把祖孙剥笔 怎会 把祖先剥笔 这样 有时候会抱怨 因为有时候晚上就是 不是到医院的急诊室 就是到那个 什么坛 人家那个 鸯鸯鸯鸯 那个红头的那个 好 对啊 甚至去到我都会知道说 他应该会叫我拿 七粒石头 七个 七月足月 然后七条马草 小小 有时候真的 那时候带到后来 人家就说 那个 我们罗东有一个如原室嘛 那个就是 山奶夫人系统的一种 穿白衣的 是 因为我们 台湾的法门有很多 穿青衣的黄色的 他就是山奶系统 他每一年的元宵节 都会当信仲 消灾解恶 尤其是山奶夫人下面有 专门在那个 带小孩的婆娘 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十二婆娘 好 不知道对不对我忘了 是 小孩子如果不乖去那边 那个 穿五年妈做客人 冰冰冰 就是有带一个平安服 这样子 比较好丑 那我们就 就去 去 因为 他已经在当地很久了 而且香火也蛮鼎盛的 那我们就去 当 元宵节那一天就好多人 因为每一年 过年过节 大家都求一个 今年会好吉利一点 小安 对对对 先消灾解恶 对对对 那我们就去 排队排好久 那 后来排很久 他们里面的住持 住持是 大概六十几岁 然后他就 拿一个拐杖 住住住 怎么出来啊 他就说 他就点三十五箱 那就 就在另外开替一条 因为人太多了 然后 我刚好站在他旁边那一条 他就 把我们说 你来拎过来拎过来 我们就过去 因为我 我先走过去 抱着我女儿 我就跟他讲说 我师傅 我们这个女孩 把他很难带的情形 跟他讲 他就笑一笑说 这没关系 你现在来到全国 你也做客人 就会比较好 他就帮我收 帮我女儿弄一弄 是 弄一弄 然后他就笑笑跟我讲说 欸 年轻人 你有到家的人来 有啊 这后面那我太太 后面那我妈妈 全家都来了 对 他说 你的孩子 让你太太抱 我就 听他的话 就小孩子抱给我太太抱 他说你把我按 那时候我真的吓一跳 我说是怎么要跟你按 对 住持这样跟你说 他说 想一想 对啊 人家是住持 听他的话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 背 他说你把我按 来大店的头前 我就跟他说 好啊 他就跟我讲说 你喔 要好好受验 他就比那个大店有一个对联 是 他就跟我讲 大概御师我也知道 他跟我讲说 你要受验 是 是 我说要怎么受 他说你自己去午 好 对啊 结果这件事情 都弄好了以后 我回去 要离开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 欸 他这样跟我说 我就去 就跑进大店 跟山南夫人讲 是 他说山南夫人 刚才主持人这样跟我讲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 我也 没有 不知道要 要 是不是打一个发问 啊 你是不是 你如果 你是不是可以 给他 介绍一个发问 好 对啊 那就回去了嘛 就不了了之啦 不了了之 刚好 到 快过年的时候 我公司 那时候我在科科的上班 我公司 就是 要过年的 有时候去找客户 跟他 谢谢说 今年一年的那个 刚好我们两个就 共同骑一来摩托车 嗯哼 就走走走 后来他就走走走 开始跟我讲说 我师父 那师父 是清朝的清天剑 清天剑 就是等于就是 这是现在的天文台长 就是皇帝的大小事 就是由他在决定的 俱士啦 什么 他说 官智乐星相 对 他说我师父 又是老奖总统的国师 那时候 我说 国师 我大家也听不懂 是不是像老佩文 他说 对啊 他也算老 他就刘 那就是刘培中 因为我们 后来就称他为刘师 培中工 那就是 那师父 之前也有讲 刘老师就是 刘培中 后来 他说 我当时要拜师 我找他来拜师 当初 他跟我讲 我也说好 因为 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法门 就去 就去拜师 那他们的 那个中华道院 我们 昆仑县 那个在 建坛那边 好 后来 祭司的主神是红金十祖 太上道祖 还有那个无极老祖 这样子 观世音菩萨是很普遍的 好像任何宗教都会 任何的教都会 他是一个很普遍的 因为他 就是大使大使 千处祈求 千处县 对 所以 所以就进入到那个宗 那时候大概二十 二十五岁吧 这么年轻的时候 对 那后来 因为到昆仑县中 一段时间 刚好 大概三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妈妈有一次 就跟我讲 他最先 我觉得我妈妈好像有预模 他最先在家里放一本 戴布衣的书 给我看 你看看 这帝尼切这不错 我真的有去看 看赖布衣 因为赖布衣就是一个风水大师 他去遍群 寻找那个龙脉 我看了以后 有一天他跟我讲说 我告诉你 南大有一个师父 很厉害 那帝尼很厉害 我说 妈妈 那都骗人 你不要相信 那帝尼 有的很多都黑白人骗 你告诉你叫乖 他就叫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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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来去 去那个国城 那里有一个仙佛寺 我说 书公那里很漂亮 还有那个背杂炒 我们两个一起去看我 他就是很相信 他就 我不去嘛 他就找我姐姐 坐飞车 他早上很早就坐火车到台中 台中车站 然后包具人车 去仙佛寺 仙佛寺绕一圈 我问他说 你去那里多久 我那里找到半点多久 又叫乖 坐在这里 我说去那里有看到什么 他说这样 去那里很舒服 这可能地力很好 所以感觉很舒服 我说那是你感觉太高 很舒服 那跟地力有什么关系 哪有什么路 那后来 后来又有一次 他又跟我讲说 那个师傅 要去穿哪里 这次比较近 台南西 红法了是吗 红法讲座吗 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没有很注意 好 他说 我们来好不好 我说 我妈 那你不要相信 你这么买 待会就对人哭哭走 他说 我又不去 可能是 我是听他说 我说那师傅在上口 我等师傅出来 我跟师傅问 问你们两兄弟 那时候我弟在做营造 也不是很顺遂 问你们两兄弟 好 他说他要看命 要做什么 师傅可能披头就 他就把那个 我们两兄弟的命挂给他看 嗯哼哼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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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都要受验 叫他来披药 对 叫他来披药 我说我哪里 要受验 嗯哼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我弟弟是子孙辞世的 很旺 对 我是官鬼辞世的 好 不是很旺 而且挂中又没有子孙辞 嗯哼 父母姚 子孙辞跟父母姚都辅长 嗯哼 所以说这 这个要修行 嗯哼 因为没有子孙 你就是要创造 造福田嘛 是啊 没有父母姚 就比较没有智慧 你来读益经就是智慧 益经本身就是智慧 是啊 所以说来 好 啊 这个是后来想的啦 当初后来 那个我们原会法师要来宜蘭开课 嗯哼 啊我妈妈就说 啊他现在要派一个堂堂 来宜蘭开课 这次 齁 这次你想一下可以去 嗯哼 我说我没有幸福 我也真没用 我说真没用 啊其实有时候是 因为我拜祝昆仑宗的关系 我先不想说再去接触其他的法 那时候自己有一点 很坚决啦 嗯哼 后来我妈就有一天跟我讲说 啊你哼 替妈妈去讀 这样都不会去智慧 嗯哼 譬如说 你说你感觉你很聰明 你就替妈妈去讀 嗯哼 稍微我给你出 他那时候拿了一万五千块给我 嗯哼 你替妈妈去讀 那时候原会法师刚 刚来那个北城 我们罗东北城那边开课 好 啊我一进去 居然妈妈叫我来读啊 是 我就直接缴钱 我什么都没有听 他们有说明会 有什么都没有听 直接缴钱 然后衣服量一量 拿着 然后又拿一个分 花了一个包包嘛 我就把东西都全部装下去 剪戒什么都装下去 就坐在前面 听那个原会法师介绍我们中文 啊 那我旁边做了一些也是在罗东协 浴金的 但是他们是周易的 嗯哼 有好几个是我们现在那个 美化府上面一个香格里拉饭店 嗯哼哼的老板跟他弟弟 他坐我旁边 就说欸 少年你哪有钱了 你我哪都没分到 说没有 我刚才就交学好了 好 他就说 蛤 你都不听你就交学府了 你是真的假 说没有啦 我妈妈都叫我来台 我就先交了 好 啊其实那时候有一种 也有一种心理就是 我看你去逼什么 你们这个法门是去逼什么 真的有那种心理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的过程 就进入了维心圣教学习 对 所以其实在您的分享里面呢 就是最大的贵人 引导的老师 也就是我们 比较广义的仙佛的解释 你就是您的母亲 是对对对 是我们 是 仙佛用无数的这些方式呢 生活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时时 都能够在关键的时刻 感受到仙佛的存在 那师兄 我想我们最后 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一个祝福的话好吗 好 仙佛在我家 我觉得人生的历程上 每一个帮助你的人 就是你的仙佛 阿俊这一句话 跟大家借龙头 太好了 祝福各位 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都能够幸福平安 谢佛在我家 平安就在我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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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